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蕭晨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至時政評論員中原文章 於《大紀元手法》 中共間諜氣球事件不斷發酵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明顯招架不住 反咬美國卻弄巧反絕 中共高層曾放風表示 事先不知情 並在近日強調軍隊要絕對忠誠 一切行動聽從指揮 試圖為事件降溫 中共同事又跟伊朗俄羅斯打得火熱 想搞個卻更加好像火上加油 中共第一個氣球被擊落之後 中共領導人假裝不知道 剛剛升任政治局委員的中共外事辦主任王毅 也不出面 前中共駐美大使秦剛 晉升外長 同樣保持沉默 他們都將個球踢給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美軍接連擊落中共間諜氣球或不明物體後 中共外交部記者會幾乎成為了氣球專題會 在2月13日的中共外交部記者會上 有記者問 美方已在美國和加拿大領控擊落了4個飛行物 其中一個是中方的飛艇 你能否確認另外3個飛行物中的任何一個 或全部屬於中方 汪文斌不敢回應 只是說其他所謂不明飛行物的情況 我不了解 記者又反向追問 中方否認美方擊落的3個飛行物中 任何一個或全部屬於中方嗎? 汪文斌仍然說 不了解有關情況 但這次他補充說 如果沒有明確的證據 就不應該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推測中共當時應該是在等待美國收集 公開證據後 才決定是否承認 又有記者追問 美國國會參議員多數黨領袖 舒默認為中方很可能有一支飛艇機群 你能否直接回應這個指控? 汪文斌只是回應 反對無中生有 看來在美國公開證據之前 中共打算先行抵賴 中共同事還製造了一個青島附近的空中不明物體事件 似乎要跟美國玩東西 試圖轉移視線 然而卻反而令中共外交部落入自己的圈套 有記者提問 有報導稱中方正準備擊落青島港附近的一個不明物體 中方將美方在類似情況下採取的行動描述為 過度反應 違反國際規例 為何現在自己卻在考慮採取這樣的行動? 汪文斌只好說 建議你向有關部門了解 還有記者問 第一隻被擊落並落入臨近美國海域的氣球 是不是中國公司的? 汪文斌只能繼續說 中國民用無人飛艇誤入美國領空 但無法比出相關公司的名稱 有記者繼續追問 美方十天前擊落中國氣球 中國外交部當時說 那個是一個民用飛艇 能不能介紹它屬於中國的哪個單位? 汪文斌無法再回答了 拋出了事先已經準備好想說的事 只是2022年以來 美方高空氣球未經中國相關部門批准 十幾次非法飛越中國領空 中共最初很快承認 第一個氣球是中國民用無人飛艇 但直到現在都沒有說出所屬單位或公司的名稱 應該怕越苗越黑 只好反咬一口的方式頂住 有記者問 美方稱根據2月4日擊落的氣球殘片 確信這個氣球 搭載了監測裝備 而中方明確否認這個指控 你認為美國為什麼會得出這個結論? 它們是不是錯誤分析了收集到的殘片? 還是他們純屬編組? 汪文斌無法回答 只是告訴記者聽 問美方更合適 還有記者詢問 你提到有美國飛艇飛越中國 具體數字是否十個還是十幾個? 這個數字覆蓋的時間段 是否2023年開始還是過去十二個月? 汪文斌無法吸出詳情 只能籠統地重複 美方的高空氣球十幾次非法飛越中國領空 有記者問到了關鍵 氣球問題現在演變得越來越嚴重 中美是否正在為避免衝突而進行談判呢? 汪文斌緊回覆 中美雙方保持著必要溝通 希望以冷靜、專業、客席的方式妥善處理 由此可見 中共高層知道麻煩可能有多大 但目前觸手無策 只能試圖混淆視聽 在2月14日的中共外交部記者會上 發言人汪文斌繼續為自己的胡言亂語付出代價 有記者問 你表示自2022年以來 美方氣球飛越中國領空十幾次 白宮國會發言人柯比稱 他不知道任何美方飛行器進入過中國領空的情況 你如何解釋雙方的說法為何不一致呢? 汪文斌詭辯說美方並未完全否認 有記者追問 你昨天說2022年以來美方高空氣球 未經中國相關部門批准 十幾次非法飛越中國領空 有沒有相關的證據? 汪文斌提供不了證據 卻提出美方應對此進行徹查 向中方作出解釋 有記者追問 你能否提供更多飛越中國領空的美方氣球信息 包括在什麼高度飛行 在什麼具體位置飛行? 汪文斌再次稱 你的問題向美方了解更合適 全世界都在等美國收集分析 公開中共加碟氣球的證據 中共提供不出民用無人飛艇的公司名稱 試圖反咬美國氣球飛越中國領空 但又拿不出證據 反而在等美國拿證據 中共灑無賴之餘 徹底暴露了自己的無能 有記者問 中方之前表示 美方擊落中方飛艇是不負責任的 而中方對美方氣球的處置 是負責任、專業的 我們可不可以推斷中方沒有擊落美方氣球? 這位記者用中共的矛 攻中共自己的盾 再次令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只能重複之前的吐話 還有記者狂追不捨地問 你之前表示 沒有關於美方氣球的進一步證據 中方怎麼知道這些氣球屬於美方的呢? 汪文斌再次說 建議你就相關信息進一步向美方詢問核實 中共反咬美國氣球飛越中國領空 卻等著美國提供證據 應該是這次氣球事件是一個大笑話 中共外交部抵擋不住 外媒記者的年番提問 不得不安排黨媒記者提出了 伊朗總統訪華 和王毅訪問俄羅斯的問題 試圖轉移話題 中共兩會在職 疫情並未真正消退 中共實際很怕與美軍發生衝突 擔憂之下 中共加緊拉攏俄羅斯和伊朗 試圖搞局 為自己壯膽 但無形中卻等於被氣球事件火上加油 中共慌亂之下透露出的恐懼 令中共的虛弱一濫無遺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臨時 如果我們可以接受到 此為何人能夠快撥地 也有什麼? 替以唐假物